2200分是个狗都不玩的分段 什么人都有 真的 知道为什么编络之后掉2200了吗 知道为什么杰克卡在2200一个多月了吗 知道为什么吗 这分段实在是太恶心了 当然我不说所有人啊 就是有一部分 他玩游戏不想着胜利 他想着看新奇玩游戏 他说嘿嘿 这把你恶心我好 我掩饰你这个宅种 这样想的你知道吧 那辅助就跟他喵的报复社会似的 跟了射手就跟要他命一样的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来追踪 来追踪 别去上了 浪费在上路来推中啊 给点压力 中塔他一下 中塔他最后一下 你看 这是我说的 打小号指挥是没人听的 他们不知道你是谁 就算听说的你是谁 也是一副解奥不训的样子 你凭什么指挥我眼 是这样玩游戏呢 他解奥不训 这真的就很恐怖 这分段真的很恐怖 你看我这一把 我本人玩的没什么问题吧 但我只要一开麦教他们怎么做 怎么该干嘛 他们没人会听我 就我玩的还没问题的情况下 更别说逆风 逆风你开麦队我把你当狗 你玩的这更了严 你拍什么麦啊 赶紧把麦毙了吧 兄弟 他们就这样 想的 真的就很没办法 说说话 可以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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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留不进了都封了 走吧 救一下呀 救一下别卖队友 谢谢别卖队友 救一下救一下 我要是不说话的话 这波又没了 你看他们的这个思维就是 OK 你被绑了兄弟 那我先走一步 这真的很无语 这游戏怎么了 你们注意到没 我被老父子捆的时候 他们已经去打其他人了 没人看我 觉得我会闭死 然后我把老父子反杀了 还有人看我 他觉得 射手被绑到了 射手在念射手 Tell me why